明年报税将有小确信 根据行政院主机总处公布 2021年家庭收支调查 每人可支配所的中位数提高到32.6万元 基本生活费调整为每人19.6万元 比前一年增加了4000元 以四口之家为例 若适用众所税税率5% 明年5月报税整户可以省税800元 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 民众每一笔开销都要斤斤计较 但现在出现减税小确信 明年报税民众可以少缴一点钱 根据行政院主机总处公布 2021年家庭收支调查 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数32.6万元 比前一年增加1.8% 依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计算 2022年国人的基本生活费 从2021年的每人19.2万元 调涨为19.6万元增加4000块 以四口之家为例 每人基本生活费提高4000元 若是用纵索税税率5% 明年5月报税整户可以省税800元 若是用税率12% 明年报税整户可以省税1920元 因为物价指数上涨的关系 我们明年在报税的时候 我们免税额 我们标准扣除额 我们薪资特别扣除 也一并的会更的调整 所以这对我们民众来讲 这是一大利多 基本生活费调涨 出估约有230万到250万户受贿 也会有利于多口之家 但财政部强调 调整后的具体金额 还是要等年底正式公告为准 记者陶宇轩 林凡 台北报道